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我个人的角度 如果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我们不讨论法律的问题 我个人是非常的反对在马来西亚有公投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有公投的话 可能划小很快就灭亡了 它的一个标题 很容易可以找到 因为你要有一个公投的标题 很多国家的都会5%的选民都赞同签名 我要有这个标题的公投 有些是20% 有些是低到2% 都有 就可以开始让那个委员会去商量要放什么标题 5%的总选民要有一个标题 华小应该关闭吗 或者是全国是否只有一种一言流的小学 单一源流的小学 我们的华小就极其可为了 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非常反对公投的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教都是 我们这样辛苦去保留我们的华文教育 我们的华人文化 种种的这些东西 都是因为现在的制度之下 才可以让它生存的 就是这个课题呢 在宪法之下 我们不是已经保障了母语学习的权利吗 这样如果在宪法上面受到保障的这些权益 还可能拿出来公投的吗 你看啊 我们的联邦宪法里面是没有公投的这个法律 如果我们修宪 让它可以有公投 那么他们也可以修宪 让这个教育法令 在公投之下 低于这个公投的这个标准 我另外一个看到的 担心的问题就是 沙罗约很快就不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了 沙罗约很快就要独立了 OK 所以我是 基本上我是同意理律师的意见 这个不只是华小 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要不要公投啊 我们 我是认为要特别要注重我们的国情 我不管你其他地方或者国家或者地区 例如台湾 那个没有那种问题 因为我们有多元种族啊 我们不只是多元种族 我们华人 印度人 是少数民族 公投啊 这些 基本上是胜者为王 多数人之利益来的嘛 少数民族 无论是华人 或者是英语的人 或者是非回教徒啊 都不应该要求什么事都公投的 第一 不只是华小 如果你说有这个如果假设 我们换一个处理 我们的宪法可以公投的 凡是是基到国家政体 这个system的基础的 都可以公投 包括刑事法 如果现在把这个回教刑事法 拿出来公投 马来人敢不投 回教徒敢投反对票吗 不敢的 因为他有良知那个问题 即使他不喜欢 他也要投 华人 印度人 我们基督教徒通通 你那个客观的 你喜欢不喜欢 客观的形式就是 回教的同报啊 有六十多巴仙吧 可是据我所知 也一定输 一定输的 好像那些外国国家 可以允许公投的 其实他们就是有设了一些 一些条件啊 就什么课题 什么样的课题 才可以公投 什么不可以公投 什么不可以 这样如果在马来西亚 如果真的是要公投的话 就可不可以事先就设好了 这些条件啊 这些门槛之类 就配合我们的国情 符合我们的国情 我们多元宗教 多元种族的国情 然后再设一下这些门槛 有可能吗 你看这个 包括英国在内啊 英国的公投法 我看是 你也可以说公投 英国明天 会不会 可以不可以 飞除皇室的 不可以的 你不说明天 我来一个公投 变成 英格兰共和国 不可以的 这个还是有 有一条 军阻力线 废除英国国教会 作为国教 disestablish 国教 英国也有国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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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教会 所以这些 它也不能公投的 不过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一些公投的法令里面他们是有 我刚才有稍微解释了一下 比如说在台湾的公投里面就是不可以去公投这个税收的问题 或者是怎么样使用税收 这些都是由立法议会去决定的 那么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有这样子的一种背景 有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 多元的这种信仰之类的 多元种族 如果这些都排除在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公投的东西就不多了 剩下的东西就是政治 政治呢我们已经有了现有的体系 那么如果再加多一个方法下去的话呢 就好像化舌天主多辞一举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体系已经走到现在了 那么其实就是用现有的体制的话呢 再去用我们首帐那张选票 因为公投的话 你一开始一有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也可以修宪把种族的部分拿掉 也可以修宪把宗教的部分拿掉 就好像永安刚才有提到的 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堕胎 这样子的公投在马来西亚的话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因为我要这个民主 除了这个国情或者是这个地方 跟一个地方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不同国情 种族啊 宗教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即使在英国 即使在美国 或者是台湾 因为为什么有我们现在的制度虽然很多不同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就是代义民主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义民主 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严格讲起来 如果以前古希腊的小城邦 民主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开会的 每一件事情 每个人都可以来 除了奴隶女人 就是当年 每个什么事情就召集小城邦 来开会 决定税收多少 这个什么 但是这个社会很复杂了 没有效率 很复杂了 有些东西你不能执行 因为东西还是要执行的 你议缺了之后还是要执行的 不能说今天议缺了 明天另外一个会又说不可以 你就是不能执行了 所以大家好像英国共同这样 现在我们给了你三个月四个月 这个议题很久了 你不能说我一下子傻傻投了这个票 不能的 除非你是说 今天是公投 要不要托欧还是留欧 今天是公投 我昨天才出现问题的 没有时间给你去两拍去讲的 这个讲了几个月了 在英国讲了几个月了 真实讲了几个月 宣布公投开始 现在要留还是要托 已经讲了几个月了 真实了 非真实的讲了40年 一进去的时候 一欧拍很多 讲了 有时候要推 有时候要进 这个问题讲了很久 正式的已经讲了几个月 所以你没有说 sorry 所以我投了这个票 现在我后悔没有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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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